剛剛已經有同學有遇到這個問題 他會發現說我在 有某一個角度 往上看的時候有時候會看到這個 有沒有人有看到這個 沒有 那我們先看看比如說在這邊 這個可能沒有 在這裡應該是不會看到 好 我再往上看一下 這個沒有 我們開一個新的好了 如果呢你平常在 這樣用的時候我只有建一個 地板所謂的房間 好 這樣子 OK 好那 我這樣弄好之後 你由這裡往上看 哇這樣看不到對不對 因為牆壁沒有長出來 我們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是先畫好地板 才要畫牆壁可不可以 可以 點這邊 牆體 好 一樣 兜兜 有沒有講好了 我們剛剛講也可以顛倒過來吧 所以這樣也是蠻快的 好我們往這邊看一下 叫他出現了 不出現 好 這裡 看一下 怎麼 該出現的時候就不出現了 因為呢 我們預設其實這邊應該會有看到 那那個部分呢就是 我們在這裡 跟 我們的那個 這預設怎麼沒有打開 難怪沒有看到 有沒有 我在這邊 再有沒有看到一個 就是由下往上的時候才會看到 那這個時候呢 他不是牆壁的關係 而是要找什麼 地板 就是我們講繪製房間 所以你在這個 地板的上面連按兩下 或按右鍵自定義房間 點兩下 你可以告訴他請不要顯示天花板 好那這樣你在看的時候就不會怪怪的 因為有 有的人 因為有些時候某些角度他看起來可能是三角形 他不見得是剛好四方形的 好所以這個地方你把它關掉 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就比較正常 OK 這是第一個剛剛同學有遇到的情況